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的频道 最近呢GBT又在升级了 从GBT的4欧 现在升级到GBT的5 GBT5的一个Fanking GBT5Fanking 那么GBT呢 它其实是一款非常强大的一个文本功能 一个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的一个AI助手 可以把它当成我们的一个助手 来帮我们完成很多 我们不想去做 不想花时间去做的一些事情 它不仅可以给你写任何的一些提示词 帮你创建网站写代码 那它还可以实图 并且给你生成不同的图片 但是在这里呢 其实有很多朋友到现在为止 可能还没有用上GBT 想要使用GBT的时候 可能就是被它的这个收费给卡住了 并且望而却步 我们在这里可以通过这个OpenAI可以看到 那GBT Plus呢 可以看到它一个月的一个升级费用 Plus每个月的费用是20美金 那么20美金大家知道 结合人民币就是140多块 那如果说你要使用更高级一点的 这个Plow呢 那它一个月是200美金 那这个更加使用不起 小鱼也是在这几年当中 使用的最多的这个工具 就是GBT 可以看到平时在这里面 基本上每天会用到很多次GBT 来来帮我完成一些相关的一些事情 第一 我们之所以没有用上GBT的Plus 第一 我们没有用上GBT的一个APP 可能有两点 第一 因为国内的小伙伴 那么想用GBT 我们没有一张国外的银行卡 根本没有办法去升级这个GBT 还有第二点呢 价格的一个问题 今天小鱼就来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国内 大陆我们怎么样使用上GBT 怎么样去来充值这个GBT 在这里你不需要准备任何东西 你就可以用上这个GBT 那么开始之前 如何充值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看看你目前为止 你适合用GBT的哪一个版本 这里我会给大家一个选择建议 首先就是一个基础版 那基础版它是免费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免费版本 它里面没有什么 可以完成一个日常的一些任务 搜索一些网络数据 可以分析一些资料等等 所以我们的一个基础版免费版本 它适合警示偶尔使用 探索功能 预算有限制 那么在这里预算有限 如果说你不想花费很多的钱的话 那你就可以来使用这个免费版本 那这个plus版本 20美金一个月的 它适合哪些使用者呢 比如说它非常适合经常使用的 你要经常拿来识别图片 你要经常写文案 你要经常写脚本 你要写各种创意 比如说你是在做设计 你需要各种给你一些小提示 需要给你一些灵感 那还有一些内容创作者 比如说像小鱼这种啊 比如说我要做视频 我要写标题 我要写脚本 我还需要深图啊 这种自媒体创作者 这种都是非常实用 用的最多的 还有一些小型的项目用户 那么对GPT4O多模态能力 它有一个语音视频有需求 它有一个多模态的能力 还有一个语音视频 相信这个plus呢 其实人人都可以用 这个是使用者最多 最频繁的这一个选择 那pro这个200美金一个月的 它适合哪种用户呢 这种就适合专业开发者 大规模的一个使用者 还有一个研究者 或企业级的一些用户 这个它需要无限制的一个访问 高可靠的一个模型和高级工具 那么这个pro里面呢 它就是完全是没有问题 是这种属于一些规模使用的 它是可以无限制访问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呢它是无限制访问的 但这个呢 它都是设有限制的 可以看到 这个plus呢 它都是设有限制的 所以呢 大家通过这个三个版本 那么你可以看看 你更适合用哪一个 如果说你只是想要体验 GPT4O多模态功能 或者呢一个速度 那么plus呢 这个就够用了 如果说你是高强度的工作者 有频繁使用 那么大文件处理 自动化需求 这个pro更适合的 那接下来 大家又可能面临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很多国内的伙伴 他没有GPT账号 没有谷歌账号 那这里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 没有办法去使用 它的一个基础版 那这个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又怎么样去充值 它的GPT 其实之前小月一直有推荐大家去 这个每一个视频的下方可以看到了 都有 你可以点开我的任意一个视频 那么随便往下滑 你可以点开这个描述栏 在这里都有一个GPT的一个成品账号购买 相信很多小伙伴也去使用过 那这里最近 这个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你不需要有什么 这里它会直接给你一个成品账号 这个GPT呢 它是银河路线局里面提供的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链接进来 那接下来呢 我就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样来购买 怎么样来拥有一个自己的一个GPT账号 并且如果说你想要使用Plus 也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之前啊 很多用过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说你想要用GPT的一个升级版本 你想要用它的Plus版本 那你必须还有一张国外的银行卡 你才能去进行一个充值 你才能去升级Plus 但现在呢就不需要了 它最近银河路线局呢 它里面提供了一个新的功能 可以直接帮我们代充GPT 那这里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你如何来购买这个GPT 大家进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来到首页这里 可能需要你呢 用你的手机号码来登录一下 登录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儿 它里面有很多的 这里有一些推荐的 这里面有一些写作工具啊 还有一些比如说YouTuber的一些账号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具 这里呢有一个AI服务啊 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啊 它里面比如说GPT啊 Midgenry啊 3.5的这些啊 这个什么Wonway这些啊 这个都有啊 很多一些AI工具它都有 如果说你没有Midgenry账号 你也可以直接在这里来 去购买一个Midgenry账号 那这里我重点是给大家讲GPT啊 这个就是一个GPT Plus的一个购买啊 你这里你可以直接点击进来 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合租的啊 有时间 第一是一个时间 第二你是选择合租还是一个人用啊 还有你是选择是共享会员还是独立会员 那么这有三个选择啊 你可以看一下 首先银河AI呢 它这里可以看到啊 这个是这个费用呢 它是相对较低 可以看到一个月只需要20多块钱 那么三个月可以看到60多块钱啊 这种呢 它不是属于GPT啊 它是属于银河AI啊 这里如果说你有标准的 它是这个 我就重点给大家讲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共享会员啊 这个属于这个是GPT啊 可以看到这个是GPT Plus 共享会员啊 它也有分合租的 这个共享会员就是大家一起合租 那么十人月付啊 是30多块钱 那四人月付是70多块钱 十人年付是360 啊 四人年付呢 一年就是700多块钱 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说你不想与别人共用的话 你想独立会员 你可以选择第三个啊 这是独立会员 可以看到了 它是一个独立会员呢 是一个月呢 是152 152 这个是这里呢 这个是人民币啊 你可以选择用支付保付款 那么这个呢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用的 那这里Plus的一个年付是1600 那这个是一年的一个价格 如果说你使用比较频繁的话 那你可以按照年付价格会更加划算 这里如果说你在你购买的期间呢 或者购买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呢 大家也可以来联系啊 它这里会有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顶上这里呢 它是有一个客服在的啊 有任何问题呢 你都可以去联系它的客服 那这个我们直接用免卡 直接直冲的方式啊 它非常的省心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银河路线局啊 就直接用第三方来帮我们带冲来租号 首先是这里有一个可以看到 就是银河路线局 国内的伙伴 你就可以直接用支付版付款就可以了 它非常的适合中国大陆 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就没有这什么PayPal这些账号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我们这里点击一个返回 那最近可以看到你也可以直接找它带冲啊 比如说你已经有了一个GP账号就像我这样了 已经有了一个GP账号啊 但是我这没有办法去升级了 没有办法去充值 那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银河路线局的这里面的 带冲可以看到它有多灵过的plus 有GP的plus带冲 还有一个也是可以带冲的 比如说我们想让它帮我们带冲GP 那我们直接点击这里一个购买 这里就可以直接让它帮我们带冲 这里直接点击支付宝 你的冲的一个时间 这下面有一个付款说明啊 比如说GP带冲值 那么仅支持账号密码带冲 不支持谷歌登录 微软登录啊 或者苹果登录 如果你如果你没有GP账号呢 可以购买GP的一个独立会员啊 需提供自己的一个GP账号密码 包售后 并且半年呢 年付的规格呢 都是按月续费啊 非一次性订阅 这里就说啊 它这里带冲 是需要你自己有一个GP账号的 你可以直接让它给你带冲 其实跟我们的GP的一个会员差不多啊 220美金的话 其实算下来了也差不多 那如果说你没有GP账号了 我们就刚才的啊 直接选择GP账号去啊 直接去买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是你没有账号 你可以购买的 那接下来还有一点啊 关于一个风险的问题 其实很多人会担心封号啊 银河路线局提供的这些呢 还是小鱼儿自己本身也在用 有任何问题啊 你可以联系客服啊 你也不用慌 封号的问题啊 其实更关键的是你日常使用的一个网络环境和节点的一致性啊 如果说不规范的网络更容易触发一个风控 那么我自己也是长期使用这种方式也没有问题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网络习惯的一个稳定 之所以让大家去直接不要去考虑它的一个免费版啊 直接使用这个plus版本或者pro啊 因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一个速度和稳定 如果说是忙的时候呢 免费版会非常的慢 plus和这个pro的它会更稳更快 那如果说你用的是GP账号4欧呢 它的差距会缩小 但高峰期体验感还是很差 在这里如果说你要使用多模态 多模态与数据分析啊 如果说你这个用的比较多的话 那这个plus和pro呢 它才有完整的一个语音视频和屏幕共享 那么文件的上限更高 那高级数据分析也会更强 所以这大家可以考虑啊 其实我们也花一个月花个100多块钱呢 能够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啊 我个人觉得这个花费还是非常值得的 在这个2025年呢 其实很多AI工具啊 它都可以帮我们完成很多的事情 那这些AI工具呢 我们都要一定合理的把它利用起来 这儿呢 小游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GPT 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直接点击描述栏的一个 那么可以直接点击描述栏的GPT成品账号购买 直接点击链接进去 那么你可以直接打开我的视频啊 点击展开更多的 鼠标往下拉 这里有一个GPT成品账号购买啊 你可以直接点击进去啊 找到你需要的一个AI工具啊 比如说GPT或者说这个米金里 直接去进行购买 挑选一个适合你的直接去购买就OK了 那还有其他的问题呢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给小游留言啊 关于GPT的一些教程呢 之前小游有讲过 大家可以在我的首页搜索GPT 那么你可以看到 之前有出过一些GPT的一些教程哈 有兴趣的伙伴来也可以来看一下 如果你对AI感兴趣啊 如果今天小游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订阅点赞 并且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我们在这儿就拜拜了 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